在上一集当中啊我们说到三个人来到洞穴之后忽然发现这个洞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木箱子里面装的全是金砖就在他们欣喜不移的时候却发现眼前飘着几个人皮影子但是忽然这人皮影子又消失了 好我们接着今天来给大家说一说毛山后裔的第二十九集 有人说啊金钱能让人忘记死亡这老流头呢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此时的老流头注意力早就从周围的几个人眼转移开了 看见如此多的黄金香先是一阵兴奋而后呢又是一阵郁闷 在老流头自己的想象中啊藏宝洞里应该全是古玩字画珍珠翡翠之类的东西啊 但是现在看来可真是应了圣氏古董乱氏金这句话了 如果这些箱子里全是黄金自己能带走一两块就算是不错了 嗨守着金山枯吧 而此时的琴歌注意力也从人影转移到了藏宝洞的四周 希望能够借着照明蛋找到可能放传国玉玺的地方 只有张国忠以最快的速度用匕首在地上刻下了个这个洞的大概形状 仔细的看了两眼用手笔画着凉了几下 张国忠流着冷汗拽了拽老流头一脚 师兄你看这地形 正说着呢 琴歌忽然注意到了藏宝洞中间的一个石台 上面放着一个玉盒 张张教 这这是什么 琴歌一说话 张国忠倒没看石台 反而想起刚才那几个人影 猛一抬头 四下张望 说也奇怪呀 这照明蛋照亮了藏宝洞 几个人影 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几秒钟的分神 等三个人再找那几张人影 已经不见了 琴歌发射的照明蛋仅为三十毫米口径的警用散尸照明蛋 光照明时间仅有十五秒 很快的 洞内又恢复了那种让人窒息的黑暗 也许是刚才的强光让眼睛的适应度发生了变化 照明蛋烧尽之后 三个人的手电显得有气无力 我这里有电池啊 琴歌一阵乱翻 关掉了自己的手电 低头换电池 新电池换上了 确实比以前亮了不少 可是一抬头 心里立即咯噔了一下 只见张国忠和老流头用手电罩着自己 听见琴歌要换电池 张国忠用手电罩着琴歌 想等他关手电以后 给他照亮 他这一照差点尿了裤子 琴歌身后站着个人 准确的说 应该是一句干尸 赤身裸体 一身的干皮 师兄 张国忠拽了拽老流头的衣服 两束手电光照过去 老流头 哇呀一声 当当当 后退了三四步 一把鼻声差点飞出去 张 张荡药 刘先生 你们这是干什么 秦爷 后面 后面 老流头做了个眼色 此时琴歌只觉得一缕头发 搭拉到了自己的肩膀上 砰的一声枪响 琴歌握着手枪子 从腋下朝后开枪 随后 回首一脚 一束手电光照过去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张国忠和老流头 一直在用手电照着 只见琴歌开枪的一瞬间 黑影借着火光 向上一窜 无影无踪了 此刻 老流头和张国忠的手电光 是越来越暗了 刚才 是 是什么东西呀 琴歌 颤着声问道 边套电池 新电池换上了 三盏手电的照明范围 瞬间增加了不少 但是 这忽然增加的照明范围 带来的却是更大的麻烦 只见 三人的四周 又和刚才一样 围上来了一圈 人眼 师兄 你找去 张国忠拿着匕首 一刀割破了胳膊 从怀里掏出一把铜钱 在三个人周围摆了一个铁门阵 这是一种 用羊血结成的护法阵 实际上呢 这是一种 蒙蔽冲身恶 恶鬼的方法 铁门阵 共有三十六枚铜钱组成 以三十六天刚星的位置排布 这道教认为啊 北斗星的星群中包含三十六颗天刚星 与七十二颗地煞星 天刚为阳 地煞为阴 肉眼观察不到 但是在茅山图纸上 画出了三十六天刚的排布 这个铁门阵 这个铁门阵也是张国忠在上面学的 这种阵法发明于清朝 但是具体有效与否 张国忠自己也没试过 因为自己遇到的都是 那么算什么了 不知道是铁门阵真的起了作用呢 还是对方根本没打算动手 这几个人眼并不像开始一样缓缓地逼近 而是徘徊在不远处若隐若现 趁着这个机会 老流头掏出罗盘 用手指笔画着一阵忙活 更三分 五十步 老流头嘟囔着 跳到了 这边 老流头用手指着刚才秦歌看见的十台方向 顺着老流头的指向 松队一声 秦歌一枚照明弹又打了过去 快 老流头大喊 颤着这十几秒的时间 三人啪推 跑向了十台 说是跑啊 其实也没敢跑太快 毕竟如果这个地方设陷阱与情理都说得通的 距离十台十几米的时候 这照明弹又灭了 秦先生 再来一颗 张国忠一回头 所有头发根立即都立起来了 只见一具干尸拿着手电站在原地 一脸的干皮 赤身裸体 张国忠差点把手电给扔出去 怎么了 老流头正拿着罗盘确认位置呢 听到喊声猛的一回头 发现张国忠正拿着手电乱照 咋了 秦也呢 老流头也顾不得看罗盘了 又抽出匕首 秦也 找到的 张国忠咽了口唾满 原来啊 在老流头回头的一刹那 秦哥 也就是刚才的干尸 忽然嗖的一声没影了 活服呢 老流头忽然想了起来 三个人的背后 不是都有一张活服吗 那他娘子是将手 发生啊 这活服不管用的 张国忠说道 马真人告诉过自己 将手大概分为三种 恶鬼将 畜生将 还有 邪煞将 活服 仅对前两种有效 当初啊 赵岳牧上师的将数呢 属于低成本的 恶鬼将 和畜生将 所以 活服有效 而此时 这个宝藏洞 很可能 就是高成本的 邪煞将 也就是 以邪煞 或者邪物的力量 为核心的将数 他娘的 原来这玩意儿 后劲就有了 这赵三哥到底是什么人物 张国忠狠狠地说道 师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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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阵 老刘头也懵了 士根阵 用那个毒欲 把这个将局的局演破了 现在想直接救秦歌 可能性很小 只能先想办法破了将局 那样的话 秦歌身上的东西就不攻自破了 但是用士根阵对付 赞龙阵的方案是否有效 还尚未确定 对于这个将局啊 就更没谱了 而且士根阵的效果的发挥 要一炷香的功夫 现在的敌人 除了那一群黑影之外 又多了个秦歌 这一炷香的时间里 这些个同志能闲着吗 越是接近石筋 罗盘转动的幅度越大 到了距离石筋十米左右 罗盘干脆开始三百六十度旋转了 郭忠啊 老流头一头的汗 这个台子上放的到底是啥玩意儿啊 这罗盘不灵了 在旷野 确定 墓葬六位可见星象 但是 没有星星的话 就要借助罗盘了 此刻罗盘失灵 宿介位 确定不了 朕 也就不能摆了 这东西比咱们更聪明 张国忠忽然想起了 牌坊上被砍断的手 这不是恶鬼 这东西 懂得砍手 张国忠自言自语 老流头压根不明白 他在说什么 师兄 给我 给我占五心服 郭忠啊 你 你要干啥 老流头知道张国忠的毛病 头脑一冲动 这回 不会又是 想什么辙 去同归一尽吧 这东西的力量 现在 显然都集中在你我身上 耐着 咱们手里的家伙 才能平安的挨到现在 但这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 我吸引一下他的注意力 罗盘恢复正常之后 有寒味上 不行 老流头也急了 虽然不知道张国忠想干啥 但是如果把降局邪物的注意力 集中到自己身上 危险性比同归于尽 也差不多 师兄 这样下去 咱谁也出不去 张国忠低下头 师兄 我负他命的 把五心服给我 老流头无奈 把剩下的五张活服 都别在了张国忠的腰里 颤着手 把五心服 塞给了张国忠 国忠啊 你可得小心啊 张国忠打着手电 走到了能照到老流头 最远的线度 先用铜钳在自己身上 周围摆了一个小器官 自己呢 盘腿坐在器官正中 用匕首点破了七脉 运动心术 只觉得滚滚的热流涌向了七脉 老流头盯着锣盘 见指针转动的幅度是越来越小了 心术运的差不多了 张国忠拔住匕首 将生符裹在匕首上 咬破了舌尖 扑的一口羊血 扑在了生符上 单手举起了匕首 一声俱吼 哈 只见摆出七关的铜钳 而嗖嗖嗖嗖嗖的向刺外飞出 匕首上的声符 车拉一声 碎成了紫 这个阵法是张国忠自创的 他自己起了个名叫阳怒阵 其原理啊 就是利用阳魂法的原理 释放身体最大的阳气 用小器官将这些阳气聚集起来 形成气场 避免外散 然后呢 利用保刃的煞气 破掉身体周围的阳气 在气场破裂的一瞬间 阳气的强度不亚于戒阳的强度 虽然只是一瞬间的爆发 但足以吸引周围所有恶鬼的注意 甚至能够起到敲山震虎的效果 这个阵法原理和诸葛亮的空城记一样 纯属 虚张声势 虽说没什么实际意义 弄不好 还会引火上身 但是作为一个自创的阵法 张国忠还是津津乐道的 张国忠大吼的一瞬间 老刘头只听到砰的一声响 有点天破声的意思 但是响度至多 相当于自行车的爆胎 也正是这一瞬间 罗盘指针忽然恢复正常了 国忠 坚持住 老刘头以最快的速度开始确定 速界位 此刻 张国忠由于体内真气消耗过大 且大量失血 意识有些模糊了 迷迷糊糊中 发现一缕干枯的头发 搭拉在自己的肩膀上 我去你娘的 张国忠回首一匕首 只听 啪啦一声 一张人匹被龙鳞匕首 削成了两半 搭拉一下 掉在了地上 此时张国忠强大精神 环顾四周 他娘的 怎么这么短 找到了 老刘头 斩钉截铁地迅速摆了一个试根阵 掏出装毒欲的桃木盒 摆在了阵眼上 点起了三炷香 国忠 回来吧 老刘头拿起匕首 觉得有点不对劲 国忠 国忠 打起手电 老刘头 朝张国忠 手电光的方位 小心翼翼地走了几次 只见 一个干瘪的干尸 站在张国忠的跟前 手里握着 明晃晃的杀猪刀 而张国忠 已经因为大量的失血 休克在地 秦也 老刘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人虽不认识 但那把杀猪刀 可是认识的 只见 秦哥举起了杀猪刀 照着张国忠的脖子 就要砍 国忠 向前打 我尸死你娘 老刘头 哇呀呀地抱叫着 也顾不着什么危险了 大步的 窜了过去 眼见秦哥 一刀砍下去 老刘头 搜的一刀手 一刀寒光直奔 秦哥胸前 手电光下 眼见着秦哥刷的一下 往上一窜 人没了 斩铁当郎一声 吊在了几米开外 郭忠 郭忠 老刘头 拍打着张国忠的 腮帮子 见张国忠 不行 从布兜子里 掏出了行针 撕开张国忠的衣服 下了两针 第三针 拿在手里 刚要下 老刘头忽然觉得 背后一阵阴风 刚向双手抱头 侧滚翻 只听见后面 当郎一声 这秦哥不知什么时候 从天而降 罩着老刘头后背 就是一刀 幸亏布兜子里 这两大块的金砖 否则这一刀 要是砍在身上 这老刘头 就算是交代了 手里没有斩铁 老刘头一着急 把龙鳞抄了起来 回手一刀 秦哥的身子 好像是没重量一样 蹭的一下 后退了好几米 仿佛是飘过去的 这飘归飘 不管是人皮 还是背人皮套上的秦哥 好像都非常怕光 老刘头用手电 那么一晃 秦哥嗖的一声 又飘美了 趁着这功夫 老刘头给张国中 试了最后一阵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听见 刚才布试更震的地方 啪的一声响 随着这一声响 以秦哥为首 后面带着一大排的人皮 刷的一下都站在了老刘头的对面 一步一颤的开始 向老刘头逼近了 任老刘头如何的晃有手中的龙鳞 如何的用手电光那么晃 丝毫都没有退却的意思 此时的张国中 阳气弱到了极致 老刘头自然成了这些东西的攻击目标 只见秦哥嗖的一声窜到跟前 挥着西瓜刀耍一声的向老刘头面前砍来 老刘头下意识的用匕首荡了一下 响的一声哭心似箭 老刘头的虎口当时就被阵裂了 匕首啪的一下掉在了地上 我去你娘子 老刘头趁势从后腰里抽出了折叠铲 照着秦哥的脑门 抡圆了就是一下 只见这秦哥也不懂 这一铲仿佛打在了轮胎上 砰的一声又弹回来 一看这阵势老刘头赶忙后腿 心里看到这下完蛋 市更正好像不但没有破局 反而似乎把这东西的力量给增强了 就在这时 只听后背哗啦一下 东西掉了一地 原来刚才秦哥一刀把老刘头的破布兜子砍了一道口子 那个金砖的重量太重了 所以把兜子也撑开了 几根东西啊掉在了老刘头的脚跟 流着冷汗 老刘头低头按桥里 浑身一软 差点晕倒过去 这是六地火的石柱子 刚才由于太着急 光顾着布市更正了 这火市局的柱子没差呀 而此时龙铃匕首已经被缓缓逼近的秦哥 抬在了脚底下 老刘头手里的家伙 也就只剩下一把折叠铲了 秦哥缓缓逼近 老刘头缓缓后退 退着退着 忽然觉得靠着了什么东西上 一回头发现张国忠面目猙獰的站在了自己的身后 这张国忠是不是也着了道呢 好 咱们下回接着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